本集由全台貓腳印店家香港PressCard 馬來西亞吉隆坡蓋牙卡店 冰城APED Brothers 以及北京卡拉和廣州廢材貓 南京九樂廷贊助播出 值得訂閱囉 到Portown買Code 快速又安全 祝祝代買還有折扣囉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賽制牌組解說 那今天來解說我們的無極泰納 因為很多人在問上次 芒果和廣州打的無極泰納 如果搭配了雙濫瓦斯到底要怎麼組 今天就來跟各位解說一下 首先無極泰納的招式 第一招打30滴 如果你願意的話 可以把手上一張基本的惡能量 注意是基本 貼到你一隻後排的寶可夢身上 那如果你有打的話 剛好可以貼給後排的無極泰納V 這樣子的話 對方不管下一回合擊殺哪一隻的話 你都有辦法另外一隻來繼續做進攻 好不好 所以第一招是蠻強的 第二招基本上是完全用不到 所以我們的V總共放了4張 沒有問題 好接下來看到我們的VMAS 很多人會選擇放4張 芒果這邊比較堵一點點 我覺得我自己習慣放3張 當然你要放4張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好不好 VMAS 它的特性是當它在場上的時候 它可以把自己的後排變成8隻 下到8隻 所以說如果你被擊倒的情況下 你後排又沒有無極泰納VMAS了 你就必須把後排全部清光光 剩下5隻 剩下5隻之後 這隻才會直接到墓地 好不好 這樣沒問題吧 OK 好 所以芒果放3隻VMAS 攻擊招式的話 你的場上有一隻 惡系寶可夢的話 你可以打30點 你如果假設有9隻的話 就可以打到270 相當大的傷害 所以說你要這副牌 你要考慮到說你270 打完之後 對方的VMAS剩下的血量 你要怎麼來處理掉 好不好 這個可能會分兩下 或是怎麼樣都可以 好再來蝙蝠 X字符因為惡系的 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這個特性 從手牌下到後排 可以把手牌補滿6張 哎呦 那你這個的話不用講 我們需要鋪場 又需要補手牌的話 X字符一定放到4張 好不好 非常強 而且現在X字符應該蠻便宜的吧 應該不用200塊就收得到吧 好不好 OK好 大概這樣子 X字符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蛇蚊熊 你看我們的色違蛇蚊熊 超級可愛 那他從手牌下到後排 情況下 可以把對方一隻寶可夢身上 放一個傷害指示物 那你放一個傷害指示物的話 怎麼樣 哎 就這樣子啦 那你到底放那麼多傷害指示物的話 第一除了可以用他來做這個 補刀的動作 對不對 我們打完用他來做補刀 或者是用我們的伊菲爾塔爾 GS看一下 來遞他的GS 如果對手身上剛剛好有4顆傷害指示物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弃絕掉 你對付一些超級硬的一些寶可夢的話 你可能怎麼樣就是對方又會補血 或怎麼一直換來換去麻煩的東西 你看就直接點4.8把它摸掉比較快好不好 那因為位置的關係 所以芒果這一次只有放3張蛇蚊熊 OK 3張 好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伊菲爾塔爾剛講過了 那第一招我是覺得應該是用不太到了 如果他不小心被擊倒的情況下 你可能這個GS就開不到了 所以我建議要用的時候再下 好放了一張伊菲爾塔爾 好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瓦斯彈 瓦斯彈 瓦斯彈如果你後手要直接做進化的話 可以 我告訴你可以 但是必須要看牌組 像有些東西其實並沒有到那麼的吃特性 例如焚焰弓可能一開始沒有那麼的吃特性 因為他只要小說我在前面再做一隻 再做一隻這個什麼東西出來的話 你可能第二回合就不要再硬做這個 因為對方可能就直接開轟了 完全不需要靠特性 但是你遇到小小丑這種牌型的話 你可能就必須要後攻直接 或者是第二回合直接開GS 說說直接開這個第一招直接做進化 或者是第二回合直接用手上進化上去 然後開始讀 好不好 因為小小丑全部的牌組 基本上都一定要靠特性來運作 他不可能那麼剛好神抽打火石 或是焊接弓 然後直接開始開咒好不好 然後什麼打一大堆有的沒有東西熔爐 把它就做出來 那就算他真的要擊倒的話 也最多來殺掉一隻雙彈瓦斯 我覺得還好 還好 那如果對方有花無鳥能先殺就先殺 盡量 好小小丑打法是這樣子 好所以芒果放2-2 2-2 OK 再來就是我們的勾魂眼 這張非常有用 如果因為我曾經用他的這個定身法 然後反敗了很多場比賽 因為你如果把對方的非常強大 倒是有封到的話 那對方剛好動不了 情況下是有可能讓我們養好 另外一隻VMAX來做擊殺的 所以我覺得這張非常的好用 加上他的特性 之前芒果在這個影片也有提到 就是說應該說有使用到 你可以翻你的牌組最上面那張牌 假設如果是這樣翻起來 這張你要不要留 要留住的話你就放回去 如果你不留住的話就把它丟掉 丟到墓地 那你如果在壓牌 或是下一回合想要神抽 或是想要綠牌的情況下 你就把一些用不到的東西 直接丟掉吧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張非常強大的 這個綠牌手段 加上他的招式也是超級強 那這張是出在御主 所以我覺得現在不太好收就是 好不好 而且蠻貴的 好 我們的勾魂眼 那花銀怪芒果放一張 那因為現在鋪傷流說真的沒有到很多 如果你遇到鋪傷流 這一隻就不要下了 加上他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他湊滿 湊滿身上有5個傷害指示的話 攻擊力可以拉多少 535 搭10滴就是160點 160可以直接擊殺咚咚鼠 沒問題吧 好不好 還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要用伊菲爾塔爾招式的話 你可以直接下來 扣10點 便打多少 打40點 打40點 對方就會有 就會怕怕 就說哇 40點 那你下回會不會 蹦出歪鳥來啊 就會這種感覺在 你知道嗎 就下下對手也不錯 好 再來仙機球放4張 絕對沒問題 好不好 丟一張手牌 拿一張基本的 寶可夢上手 以及我們交換通訊 芒果有放3張 好 那這個數量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自己決定 我覺得都OK 以及我們的超級球 好不好 放2張 那因為是沒位置 不然其實芒果 絕對放3張也是OK的 好了 回收網 因為也沒位置了 所以4張拔到變成了3張 好吧 那你這個 所以說你更需要控制你的後排 以及我們的蛇溫熊點的傷害 給誰 非常的需要控制 好 好 手網放3 以及我們switch放2 好 switch2 那當然2跟3的話 我覺得你自己決定 我覺得都OK 其實芒果一直很想找位置放氣球 可真的找不到 好不好 你們可以給我一些建議 來反擊能量放2張 來說說反擊增幅器 就是counter表了 放2張 為什麼要放這個東西 來各位看一下 假設我們真的 後手開到了這個雙奈瓦斯 開始瘋 開始中毒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有可能 第二回合第三回合 被對方摸掉 摸掉的情況下 就算 就算我們的無機單納 只有手上手貼一個能量 也可以搭配我們的 counter表來做進攻 因為我們獎勵卡被擊倒落後了 我們counter表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所以我現在counter能量 反而就沒有那麼好用 因為芒果的鎂子 已經有拿掉一些了 好 等一下會講到 再來看到我們磚頭放一張 好不好 磚頭放一張 看情況做使用 我覺得OK 那我們的重置一張也放一張 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資源者部分 資源者 鎂子 芒果放一張 那因為這個鎂子的話 你不但可以拿counter能量 保護能量 什麼 巢穴能量 特二都可以 還可以拿一隻二系的寶可夢 所以鎂子我自己覺得 在我的牌組裡面 因為有保護能量 所以我還是習慣要放鎂子 好不好 所以但是芒果只有放一張 所以希望能緊急時刻用得到就是了 再來瑪莉放兩張 因為這個就是有點像干擾的感覺了 當然你要放三張 我覺得OK把鎂子拔掉好不好 這就見仁見智我覺得都OK 那這邊芒果沒有放意圖的原諒我 因為我已經拿去收藏了 哈哈哈 好來博士放四張絕對沒問題好不好 好保底四張嗎 太強了啊 好博士四張 那板木老大的話 芒果是放三張 OK 接下來特二 這邊的話 這邊要蠻瓜講一下 你可以放四張 也可以放三張 好不好 因為反正貼了二系的這個寶可夢的話 就免費撤退 那二的二 基本二芒果放五張 那當然這邊我剛講過就看你自己 你可以放四加五 或者是三加六 三加六 三加六都可以 都可以 那這個保護能量 芒果有放一張 因為我覺得不一定拿得到 所以我一定要放一張鑷子 好吧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習慣 你可以自己調整 然後場地卡的話 我是放一張混沌巢穴 那如果你想放無人發電廠 也OK 好不好 也OK 那這不是芒果組的這個 雙彈瓦斯 配我們的無期待娜VMAS 那你可以自己稍微調整看看 我們先進入戰鬥畫面 想要買Code 或是禮盒序號的粉絲們 有福啦 現在到Portown網站 挑選你需要的商品 確認數量後 再進入結帳前 右下角的優惠券 填寫Mango 立即享有5%折扣喔 好各位觀眾看到芒果的畫面 一樣是跟館主打 那所以說是那一天一起拍的啦 就拍兩部 那這一部就剛好給各位看一下說 欸我的無期到底要怎麼操作 好 那芒果這邊 欸剛剛 塞硬幣的話是芒果先攻 館主後攻 那館主這邊一樣是使用巨炭3 我們來看一下手牌和獎勵卡 手牌這邊芒果感覺好像還行吧 不過沒有能量有點尷尬就是了 那館主這邊 好像是巨炭3站前面對不對 欸所以雙方的手牌感覺都還不錯啊 那芒果這邊有一大堆怪物卡獎勵 連Y-N-O都在獎勵卡 然後連我的花顏怪也在獎勵卡 哇塞 這個有點猛啦 好使用交換通訊 放我的阿羅拉喵喵起回去 因為我是先手 所以阿羅拉喵喵是沒有用的 他是必須在後手第一回合 才可以打70的傷害 不然其實我後手打70的話 我覺得蠻有效的 好直接抓一隻瓦斯坦上手 那館主這邊獎勵卡有看到一隻化石翼龍 哇這個有點針對阿 因為就是看如果遇到 無極太 欸說說 遇到對啦 無極也算可以剋數的啦 那如果遇到蜈蜈的話 也可以打一個爵士 打這個大爆發 好翻一下 欸蝙蝠嘛 抽滿六張 然後有能量了 充滿有能量了 好回合結束 好那館主這邊有switch 有那充油冰嗎 有能量 好再下一隻 巨炭3 充油冰也下了 因為巨炭3打無極的SOP 其實就是讓他323拿 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直接博士 那這些東西確實就沒什麼用了 直接全丟了 好看一下 那這次館主的能量搬運在獎勵卡 所以 不知道用不用的上 好百變怪也下來了 那如果百變怪這邊 等一下芒果如果直接進化上去的話 非常的賺 好氣球貼給 欸 充油冰 好關我這邊 他知道下回合應該百分之九十會被封啦 那我四十點剛好可以點在他的V身上 那他 要進化 進化上去剛好血量剩多少 四十 剛好剩四十 所以我的歪鳥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可是這頭芒果剛剛其實有個 有個不好的示範就是 其實我沒有檢索牌組 我沒有發 我沒有察覺到我的歪鳥在獎勵卡 因為我其實很少歪鳥在獎勵卡 你知道嗎 結果剛好這一次就剛好在獎勵卡 好沒關係等一下繼續 好關主這邊也沒辦法直接結束了 就是他知道會被封了 可是沒辦法 好直接天能量 媽 好丟板木 好先丟一張 然後使用拿出我們的 有有一張雙娜瓦斯 好確認一下有 我現在在檢索牌組 確認一下 要怎麼做比較好 因為芒果想把手牌最大化效益 效益最大化 好再拿一隻瓦斯 幹 媽 清索一下 好拿喵喵 拿來丟的 你剛剛芒果已經有發現了 好像我的彎鳥不見了 你知道嗎 好丟掉 喵喵沒用了嘛 拿出來丟 再抓一隻蝙蝠 這是耗手牌啦 耗手牌 但是我網子剛剛用不掉就是 你看 色違的蛇蚊熊還特地給各位看一下 芒果很喜歡那一張喔 超級漂亮的 好直接抽三 一 二 三 其實芒果這一手 這一手是想拼 有沒有辦法做進化啦 進化 那我這手其實是拼什麼 你知道嗎 我如果可以直接進化的話 我就可以 欸 應該說我是拼換位啦 你知道嗎 我想拼換位 其實我想拼 不急來直接急殺的 可是我如果剛剛沒有拼到VMAS的話 我就還是得拼switch讓他撤退 就剛剛有好幾個選項 你知道嗎 那最後我想說 博士玩再說了 所以這手能量的話 我貼前面就是要賭一定要進化了 那我如果貼後面的話 就要賭switch了 各位懂我意思嗎 這有點難 有點難理解 剛剛就是在賭啦 就是看賭哪一邊可以做進攻啦 如果我要前面進攻的話 我就必須要拼進化 好拼進化 因為我如果開第一招進化上去的話 我讀不到40點 各位懂我來說什麼嗎 我讀不到40點 那現在因為館主這邊有switch 我就哇 這被解掉了 好沒關係他跑掉了 但是是完全沒有特性的喔 好直接貼第一個 欸貼特鬥給另外一隻 因為他知道有可能被讀掉 被彎鳥收掉 那這隻芒果的表情還沒有顯現出來說 欸我的彎鳥在獎勵卡喔 好直接博士 所以館主這邊也不算被卡到啦 就是還至少還能動 你知道嗎還能動 那回到剛剛芒果這邊的話題 就說我如果 因為能量貼前面就是說 我真的拼 拼不出來什麼都沒有 情況下我只能進化喔 用第一招進化上去 雙彈瓦斯 OK 那有辦法進化了 Vmas 那我進化雙彈瓦斯 我一直在圍繞這個話題 因為我怕人家有人看不懂我在想什麼 好啦反正就是拼switch啦 我看有沒有辦法進化Vmas來做進攻啦 所以我剛剛就是什麼都沒拼到啦 我就只好就是 只有拼到一張V 欸雙彈瓦斯來做進化 來讀這事實 沒辦法 不然其實最好的情況下 當然是用古蹟太娜直接收掉 這是最好最好的情況下 可是就是沒拼到嘛 對不對 所以我剛才蝙蝠硬要做 硬要做 那我剛剛沒有switch的情況下 我至少還有網子 那我這個 欸 他制服起來之後呢 也沒有Vmas 所以我也不能往回來我的瓦斯蛋 因為我不知道我博士會抽到什麼東西 所以我沒辦法撤退 沒辦法跑 你知道嗎 最後只能博士全丟掉了 好 聽得懂的話 恭喜你成長了 OK 直接打第一招 這要賭 哇賭到了 你看這個賭到 你看雙方就太扯了 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你又不是特性 怎麼可能賭得到 然後把我這邊超傻眼的 居然賭到了 所以現在我的優勢 直接被搬回去了 你知道嗎 直接變大劣勢 哇 這賭到 這管子真的賭到很猛 非常的猛 所以我直接整個大傻眼 怎麼可能 又沒特性怎麼可能賭得到 結果真的賭到了 哇 這不科學啊各位 下面6666一波啊 好 蛇文雄點10點 再用網子再點10點 然後直接天能量 貼貼貼貼貼 然後直接來 我現在還沒進化喔 我在想要不要貼後面 好吧貼吧 因為獎勵卡已經落後了 好貼了 那這隻無疾 我在想要不要下 我怕沒拚到 各位注意 來這邊很重要 我怕沒有拚到VMAS 那我至少有一個位置 可以用X字符 各位懂我意思嗎 阿不就還好有拚到 嗯 就這個意思 你懂嗎 所以我跟你講 打無疾的人要聰明一點就是說 一定要留個位置 以背不死之虛 讓我們X字符來動 那是因為芒果覺得說 我沒那麼衰吧 不可能的事情吧 懂嗎 那種感覺 好 先發 好 不然其實正常正常情況下啦 如果你覺得拚不到的情況下 那最後第五格是不可以放 不可以下的 好 我這次覺得我們應該沒那麼飛吧 我最近蠻歐的對不對 開箱特別的歐 對不對 超級歐 好 進化直接攻 直接點 好點30 好再丟 好 蠻果擦字符還沒有拍過 要擦字符嗎 看一下 好 確定要拿了 因為我手牌沒辦法動 各位我手牌沒辦法動 那我的勾魂眼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下 其實我覺得我剛剛蛇文雄 應該用鑽頭拿來丟的 然後下我的那個 可是我想多打一點傷害 不過這邊後悔了 我應該是要丟蛇文雄 就是用磚頭丟蛇文雄 就是用磚頭丟蛇文雄 拔掉特鬥比較好 那我的勾魂眼再下 來綠牌 就是應該說來過牌啦 好 最後拆掉了 所以這邊滿後悔說 哇我應該 我應該要蛇文雄丟的 勾魂眼太好用了 好 抽滿六張 沒有支援者 但是有其他東西 基本上都有 好先這樣子吧 12345678 好240 減 240 OK 240 加30 這樣總共打 270 好直接打 好這邊芒果醜一 好抱歉 這邊醜一 真的醜一 我應該丟手文雄的 你看 常常你打過的 戰況你自己事後來檢討的話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你看芒果有時候就是拍片拍完之後會再剪片嘛 然後看完之後發現說 我這手好像打得不太好 那至少你下次就學起來了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有時候你們自己打牌的話 自己要去 記住說你為什麼這手要打什麼東西 事後再來檢討 我覺得是不錯的好不好 給你們參考參考一下 好那關主這邊誰量已經扣了270了喔 270的話 下回合基本上隨便摸都可以讓他去啦 所以關主這邊使用交換通訊 但是他特性已經可以使用了 那這邊交換通訊的話 MAYBY會拿一張蝸牛出來 MAYBY 好放地安息回去 那這邊芒果是滿血的狀態下 好我們拿蝸牛沒有錯 滿血的狀態下 他要秒殺我有點困難 因為剛剛芒果拆掉他的特鬥 他身上是沒有鬥能量 不能使用第一招的喔 各位懂我意思嗎 好不好 那芒果一直始終留一個位置在後面 就說欸你如果派另外一隻上來 我就是要歪鳥 那種感覺 懂嗎就是要威脅他 但是他不知道我歪鳥的卡獎勵 對現在沒有鬥能量 好手貼了 那還會有鬥能量嗎 但是有蝸牛跟星星 所以基本上OK 好先蝸牛 那手上有看到鬥能量了 所以蝸牛必須要拿他的東西 MAYBY是 我那時候其實跟他講說 你好像可以拿 那什麼東西 能量搬運 可以拿能量搬運 就大家可能看一看說 哇在獎勵 雙方很多重要的卡都在獎勵 所以這場的話 基本上就是你來我往啦 我覺得也蠻刺激的 那最後會決定拿什麼呢 印象中好像是槍吧 捕捉槍吧 這手管主打得非常漂亮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抓個 好像是板木還是槍 我其實有點忘記 好直接智慧星 把能量放回去 把能量放回去 好把能量放回去 好拿到手上 然後這一張直接使用 板木 對板木 聰明 哇這一手漂亮各位 獎勵卡123拿 你看 他這手打掉之後 欸 那芒果這邊 應該說只要再處理掉一隻VMAS 我就輸了 所以大家現在只要全力 全力針對這一隻 福吉泰娜 VMAS 他就會贏了 所以這手管主打得非常漂亮 好那這邊芒果 還是有解啦 不到沒解啦 還是要拼一下啦 可能我的保護能量之類的吧 那 插制服有一張獎勵卡 所以芒果這邊其實是動不了的 先往主 然後使用交換通訊 好VMAS 因為我知道下回合 他應該是收不掉我這隻VMAS 應該是收不掉 因為他獎勵卡也會 也會領錢 欸應該說也會平手吧 這還好 好手貼 然後手牌沒得用 好長地蓋一下 好手牌都扣的吧 因為我知道你看 我已經發覺插制服在獎勵了 所以我仙機球是不開的 直接打好直接打掉 總共1 2 3 4 5 6 總共6隻 180-20是160 160加上270 160加270已經破400了 所以這一定死 好沒問題 結果歪鳥還沒拿到 你看芒果笑出來了 我直接跟他講說 我沒有拿到歪鳥 然後管主在偷笑 他說沒有歪鳥 那我應該沒事了吧 那種感覺 好 那就 沖油冰線上來 因為他身上有氣球可以免費撤退 這也是一個 蠻基本的 操作啦 就是你要 就是換人家上來的時候 就是 都會派一個可以免費撤退的 一隻寶可夢上來 你後排事情做一做之後 你再來撤退 對 好 雖然芒果有拿到 叉字符啦 可是我的歪鳥沒有拿到齁 那這邊他直接丟了化石油 不打算用了 因為他的 百變怪已經進化成 呃 呃 熔岩蝸牛了 我一直打結 你知道嗎 好多名字會忘記 好再做一隻 巨蛋衫 他不打算用那一隻打了 因為他覺得4點太浪費 應該說 我忘記我會跟他講歪鳥在不在 我忘記了 應該是有啦 好還是下下來 他還是保險起見 怕我 口辣 那種口糊他是不是 糊爛他 好那獎莉卡 注意現在獎莉卡是一樣的囉 現在獎莉卡一樣的囉 喔直接瑪莉喔 欸這邊有救到蘭果 這張手牌 我手牌剛剛有拿3張獎莉卡 太多了 干擾一下 好4張 好這邊有保護能量 唉呦這保護能量還有博士 我覺得這隻手牌不錯欸其實 好直接先蝸牛 因為現在館主必須要怎樣吹吹 好館主 注意館主這邊要幹嘛 必須要拼進化 要拼進化 要拼有能量 有能量 所以他現在要兩張 缺一不可啊各位 所以他現在有點尷尬 不知道有沒有拼到 我們看一下 好放一張回去 拿 好直接進化沒問題 那能量 手上只要有能量的話 那應該OK的 可是他剛剛手上放回去 不知道是不是能量 我看一下 喔槍喔 有內 我抓誰應該是 我覺得這手 直接 打 就好了 吧 打算殺叉字符 好直接打掉 哇 我是覺得 如果他這拳有打到的話 下回合我殺不死他 他只要槍抓我出來 有機會抓到的話 我就輸 我就輸了 那這一手的話 其實我覺得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這至少壓力在芒果這邊 而且我的counter表又發動了 而且他剛好吹掉 所以我勢必還要手填一顆 但剛好我手上是有這個 保護能量 好貼吧 好不好 我現在只能賭了 賭館主沒有板木之類的 好不好 他剩一傷了 他就打算收蛇文雄吧 我覺得啦 那蛇文雄的弱點是草喔 所以 就這樣吧 我覺得就下下下 全部全部 全力進攻了啦 我覺得現在全力進攻了 來 有辦法做 有垃圾車的聲音啦 垃圾車剛好經過 好 將東西把蛇文雄洗回去 我們來拿一張 花眼怪 對啦應該是剛剛有跟他講說我歪鳥獎勵啦 不然他現在不會那麼淡定 對不對 他看到我不拿歪鳥 基本上他就 剛才芒果是說 我如果有歪鳥我就贏了 我有歪鳥我就贏了 唉 好虧啊 好把我能量貼了 然後我的花眼怪 使用特性 自己扣10滴血 然後直接做 國式的這個動作 因為我能量也貼過了 沒用了 好7張 1 2 3 4 5 6 7 他現在能撲場就盡量撲場 各位 好不好 用力給他撲下去 沒辦法了 好仙機球 我這邊也丟錯張 其實我不應該丟grade board 我覺得這場雙方都有點小失誤 不過沒有到很嚴重 沒有到很嚴重 好 穩啊 蛇魂熊 我現在如果打到270的話 減20變250 250的話他還會有80滴血 80滴血我最後一個想法是直接用花眼怪來收頭 好不好 直接打了 沒辦法再點 好直接打了 剛剛40嘛 40點兩個守衛熊變60 OK 然後 再打 200 呃 算一下 60加上 220 像300滴剛剛好 哇 槍狗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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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了 喔 反面 哇你看 哇你看 直接苦長 可是重點是他手上如果能量的話 有正面的話我就輸了 齁 哇 還好還好還好 這叫什麼 狗嚴殘喘的 活下來了 是不是 狗嚴殘喘 喔 快笑死 狗嚴殘喘了 好 熏香 熏香應該現在也沒什麼好拿了啦 蝸牛吧 好蝸牛沒錯 然後 再用 蝸牛的特性 隨便拿一張牌出來放到頂端 那剛剛這個 欸 熏香應該是壓牌這個動作啦 把他拿出來 那現在蠻果在偷笑 然後欸嘿嘿嘿嘿 好像看到勝利的曙光了 那現在館主一定要收掉我那一隻 呃 Maybe是 花園怪嗎 或者是 他制服 其實他只要有 抓到我後排 我應該輸了啦 那不然就是直接換位打 換別一隻來打 好不好 換別隻來打 好 換 欸 OK好 上面那是蝸牛的 好現在手牌 用一張 用小聰明 直接換牌組所以上面一張牌 小聰明 好拿 拿起來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沒有看到欸 喔 差制服喔 他要拼Switch是不是 Switch 來一定要換位打 這換位打沒辦法 打不掉不然就能量搬運 能量搬運 能量搬運再來打 好不好 能量搬運 可是能量搬運的話他現在攻擊力 多少 一百三加四十 一百三加四十 一百七 可以喔 能量搬運 來各位瑪莉還有機會 各位有瑪莉 來 瑪莉看全圖 意圖瑪莉 現在重點注意 能量搬運 加上 打到第一招的話 然後我就輸了 好不好 一定要這樣拚了 沒辦法了 喔我有板木了各位 我有板木了 我只要隨便抓一隻我就贏了 下回合就贏了 來各位下回合就贏了 玩主有能量搬運嗎 還是有沒有switch 能量搬運 欸看起來沒有 不然不會想那麼久喔 印象中是沒有 好直接打了 哇 只有打 50滴 好 50滴換盤果 那直接 不管怎麼樣我都有博士 我都有板木 所以直接殺掉 你跑掉我也沒用 我都有板木了 哇這場也不錯 所以若點保護能量 我覺得還是一定得放的啦 鑷子也不錯好不好 好那今天就是 阿比個夜 對比個夜 好那這場無疾的話 自己如果有看到我那個 雙彈瓦斯的操作的話 毒事實 可是因為玩主運氣很好 直接有翻到能量 直接把我去 直接把我弄掉 加上芒果的歪鳥也卡 從頭到尾都卡的獎勵 沒有表現到 不過你們知道這個操作 這個用法就OK了好不好 好那今天 這個牌組介紹就到這裡 來會上天室在非洲的芒果 下次見啦 掰掰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區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